今天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當日單天的登山健行行程 你的裝備可能需要帶一些東西 那首先你要先知道你自己要去爬哪條路線 它會在什麼海拔 具有什麼樣子的地形 以及你的山泳是爬怎麼樣子的行程 再來第二點 當出團時間靠近的時候 再看雨量決定要不要出團 或是應該要多帶哪些裝備 首先我們要先來假設我們今天走的行程 大概寒休息七到八個小時 海拔位於一千以下 然後舒適溫度大概在二十度左右 首先第一個要準備的就是包包 那以這樣子的行程來說 15到30公升 這一款是防水的啦 那如果就是下雨的話 你的東西比較不容易食 不過也沒有一定要 再來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水 你可以用水袋 也可以選擇用水瓶 那水袋的好處就是 方便你直接喝嘛 那可能缺點就是 有些人不小心 不知道自己喝多少 一直喝喝喝 啊水就不喜歡喝完了 這樣 好 再來 糧食 現在沒有糧食用這個取代 然後再來這個是個人的藥物 繃帶啦 OK縫 酒精 然後紗布 彈性繃帶 還有一些藥品 然後三角筋 但是就是這樣 這也是 就是你個人的安全 外面要去翻什麼意外 或者是說 路上可以協助到其他人 然後再來這邊 手機錢包要10 欸 手機忘了放進去 充電器 用意在於 今天假如你走7到8個小時的行程 那如果你沿路又是比較需要看軌跡的話 那帶著充電器會比較保險一點 好來 衛生紙 然後 口罩 防疫期間專屬 好 那這個是小的防風外套 它這個不具備防水 但就是防風 然後它可以 鎖到很小 好打開之後 就長這樣 非常方便 好那這樣左邊基本上就是你的 BASE就是基本上都需要會帶到的東西 來接下來這邊呢就是比較選擇性的 就是看個人或是看地形 好 像這個 3M的手套 很便宜 在五金行都買得到一個應該一百多塊而已 它這個就是如果你有抓過一些 比如說你去爬劍龍靈啊 爬軟嘴山啊 那種地形 你就帶一隻手套 比較好抓 眼閉 這個很好用 又很便宜 然後再來這個是 頭巾 頭巾 它是頭巾也可以當微博啊 你也可以 直接這樣套在手上 很方便你直接擦汗 那這個的話就是 鍋具 鍋的話就是看你 山遊怎麼排行車 你們中午有沒有要開火啊 或是煮水啊 泡咖啡啊 煮泡棉這樣 這也是選擇性的 那再來雨傘 算是我個人的熱愛 你今天如果是霧雨 或者是說擋太陽都很方便 這個是日本Montbell品牌的 然後才86克 但它比較小 閃面比較小一點 不過重點就是很輕巧 而且它的骨架它是軟的 好然後再來 頭燈 頭燈 真的就是要看你的行程 想說你今天行程 呃 可能拉到10到12個小時啊 那你可能就會需要呆著頭燈 In case你摸黑下山 這個的話它是 換是環保杯 它收起來就是這樣 這麼小而已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如果山上有煮水啦 或者是有帶綠豆湯啊 你就可以分一杯羹子 好最後一個就是遮陽帽 OK 大致上這個就是 單日的行程 可能會帶到的東西 當然還包括很多 比方說登山帳啦 或者是其他你個人的物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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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